狠心杀了人,这些人也逃过一子 33岁男子曾文青 2012年12月,在台南汤姆熊有异常 割喉杀害10岁方姓男童 昨天遭盼无期徒刑定业,逃过一子 事实上,近期包括33岁男子何光婷 不甘前女友令姐心欢 前年到女方住出纵火,烧死前女友 以及34岁女子蔡晶晶 命与53岁男友曾志中交往 遭母亲反对并拒绝金援 两人联手杀母 两岸三凶险都判无期徒刑定业 另外61岁货柜车司机蔡咏晶 认为女雇主骗她感情与钱财 41刀杀害雇主母女 判死日前遭撤销发回 49岁男子张鹤林 为了逃小三欢心 狠心闷杀其女三人 还直播行凶过程给小三听 更无省改判无期徒刑免死 还有还有25岁黄晶男大生 向学妹求欢悲剧 不满学妹不肯保命 掐死学妹性侵入尸 20岁男子叶俊廷因缺钱买毒 随机难问奖抢到杀人 一生也都判无期徒刑 只有23岁的郑杰 因前年在捷运内持刀屠杀乘客 造成4死22伤 上个月遭判死丁燕 动新闻综合报道